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刑事被告的话 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那这就是我们一直在检举的农舍 它是以农舍的名义来申请的 那我今天第一个要提出的质疑 就是说日前监察院才针对苏家泉的那个农舍 做了一个定义 最后结果是非农舍 那我希望监察院今天依照那个例子 来定义一下这个大家看到的 建在一个山坡保育区林业用地上头 一个滑动坡上头的这个RC建筑 它是不是农舍 第二个这个农舍虽然在4月9号那天 已经经新竹县政府 以过期就是预期 然后撤掉了它的建筑执照 可是呢 它是随时可以再申请的 4月25号自由时报记者去问 新竹县政府说 它可以再申请 那可是新竹县政府有诞书说 它必须经过水保局重新评估 还有经过林业局 林务局 去申请非林业使用执照 了解意思吗 就是它必须要去申请 非林业用地 因为它本身是个林业用地 那我很想请问 当初在核准这个案子的时候 这些成立要件在哪里 它凭什么可以核准 是谁核准它的 还有一个质疑就是说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张照片 正好就是在它的正下方 那这个经过媒体 也经过官员 包括水保局官员 袁明处的杜章处长 去过现场看过 大家都瞠目结舌 哇 滑动得好厉害 就在它的下方 陆陆续续不停地在滑动中 那目前我想问的是说 它已经是一个撤照的违建 新竹县政府就打算 就让它摆在那里吗 那接下来的台风季节 等到山洪来的时候 这个建筑物如果不处理 滑动到河道上头的时候 围急到整个水道 围急到附近的军民安全的时候 谁来负责 这是我要再提出的质疑 财团不断地利用 所谓的法律的途径 来威胁 来整肃所谓 跟他们对抗的 这些民间团体也好 个人也好 不论是从中科市板中科市区抢水 吴云林也成为被告 我们看到在美丽湾 林树林 他也成为被告 当老教会认为这不是单一的事件 而是整个在结构当中 我们必须去证事的 特别是当原住民 在这种长期的经济弱势当中被剥削 财团 想尽办法 来剥夺土地 今年三月的时候 我们到马五都西去看 马五都西已经不是我们小的时候看到的样子了 变成那个水沟 就是水泥岸的水沟 而且呢 非常奇怪 他就到一个特定的点 他就没有了 然后就是要 然后就看到那个东西 我们这样子看 不会觉得可怕 你要是到现场去看 你才会觉得触目惊心 那真的是 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然后我们亲眼就看到 我亲眼看到那个土石就这样子整个崩落 然后那个树啊竹子啊 就这样子整个就这样滑下来 滑到那个溪里面去 可是后来我听说已经撤销了建造了 我以为没有事 没想到天忆就这样被告了 天忆 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 揭发这种不法的事情 为了公共的安全 还要被告 我觉得 这是什么 是什么地方啊 我们这里是什么地方 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 就是说 我要告诉你 做这种事情一定会被告的 我们大家都是业余的 他们是职业的 他们职业的在污染 污染国家 职业的在破坏山林 职业的在做这些 做这些坏事 我们只是业余的 所以我们要团结起来 去对抗那个不公不义 不知道是谁 因为这一个法院的通知呢 法院的通知 没有告诉美玲跟天忆说到底是谁告他们 那世伟呢 他是个画家 他在山上做画 那美玲呢 他在种这个果树 水果 那今天他们遇到这样的事情 事实上我觉得 到底是谁利用国家机器 在迫害我们这些 想要保护土地的这个原住民 还有我们的文学家 人民因为关心公共事务 而成为这个刑事被告的话 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那他会产生这个寒蝉效应 使任何人不敢关心公共事务 这个会产生非常非常严重的后果 要求政府相关单位必须就这件事情提出明确的说明 我们认为这件事情不可以把它单纯简化成 说关心公共事务的人所涉嫌妨碍名誉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而是必须要让各界更充分的来检视这样的开发行为 是不是释法 是不是符合公平正义 是不是违反保育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原理原则 高雄秦和部落有一些媒农 他们因为在这个他们自有的原住民保留地上面 种了这个三四十年的梅树 而被高雄市政府裁罚 那这样的一个农舍 也不是原住民为生之所需 为什么可以在原住民保留地上面做这样的一个建筑 而且还可以不用被处罚 这样的话不就是一国两制吗 我们认为这里面充满了很多的疑问 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一次的事件 我们也希望说政府相关机关 甚至是检察官也应该要来查明这些事实 准备 有点兴趣 其实这些事实际上没有是在这里 有点兴趣 有点兴趣 少许有点兴趣 像以嘉世人 tucked在这里 有点兴趣 没有兴趣 有点兴趣 有点兴趣